在红毛城对面的海关买到岸区 让你真正正是对外开船 因为可以看到关营山和淡水河口 因为不少人分享淡水是一样的好所在 在关营山淡水河口 很多人都很介意来到淡水看风景 尤其是这个在红毛城对面的海关买到岸区 是这几年才有的新经典 海关码头的话是清朝 淡水开港之后所留下来的码头 我们园区非常的大 那里面有三栋就是古迹 包括洋楼还有两栋大型的仓库 我们这个园区是从前年的10月份开放到现在 这个园区最棒的一个 除了这些古迹之外的话 它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沿河岸 有一条很漂亮的熔体的走道 那非常适合的游客的话就是到了夕阳的时分的话 来到这边欣赏整个淡水河的一些那个戏造的一个美景 当最海关码头来面有清朝跟日本时代海关的相关建设 包括有码头本体 洋楼和城口 既然我让旁边买头的照片 社会称赖一直保留到现在 真有历史意义 圆区里面的话沿河岸的话 这一条那个就是堤防的话 它全部都是清朝那时候留下来的那个石头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也是为了那个民众的一些安全 我们基本上就是不要超过那个警戒线 免得说就是淡水河这边有那个涨潮的时候 怕会那个河浪的话会冲到上面来 有限来到这里 独立的行商美类河边风景和列宿建局 现在城口里面也有个文典南 大家都会用的免费来行商 现在城口里面会 淡水插红布图